三年过去了,中国做了什么让立陶宛后悔了呢? 大家好,在2021年,立陶宛不顾中方极力反对,坚持要建所谓的台湾代表处,两国关系瞬间恶化,随后中方宣布与立陶宛外交关系降为代断期,并撤回了驻立陶宛大使。 三年过去了,立陶宛也后悔了,开始传出希望和好的风声。 最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,立陶宛前副总理斯克维尔内利斯表示,立陶宛需要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,未来政府不得不恢复与中国的关系。 但他提了一个前提,那就是立陶宛不可能跪在中国面前,并为其越轨举动道歉。 意思就是说,立陶宛可以跟中国和好,但不能跪着道歉。 这说的好像中国是什么权威国家,中国什么时候要求立陶宛跪着道歉了呢? 本质上还是一种政治作秀,近几年立陶宛没少在中国和俄罗斯面前挑衅,但中国几乎没有理会过,静静地看着他们表演。 但现实情况又不得不让他们低头,当初中方除了宣布将立陶宛外交关系降级外,同时还拿出了经贸手段。 立陶宛被中国海关系统除名,立陶宛企业无法向中国出口,中国企业也从立陶宛撤之。 同时,中欧班列也绕到立陶宛,不过立陶宛当这个反华急先锋也是有收获的,比如美国批了6亿美元的贷款,台湾地区也宣布投资1000万美元帮助其发展半导体产业。 跟中国的贸易额相比,这简直就是杯水车薪,而且美国给的还是贷款,立陶宛可是要连本带利还回去的。 随便算一下就知道,立陶宛亏大了。 更关键的是,俄乌冲突这几年,欧洲通胀飙升,经济持续萎缩,随着中欧经济联系愈发密切,欧盟根本无法避开中国生产链。 立陶宛基本上被排除在外了,去年立陶宛总统马赛达还表示,一些政客自以为可以挑战中国,但别忘了中国是个寂静很好的大国,挪威就花了八年时间才修复了与中国的关系,得罪中国会有什么代价他们心里很清楚。 去年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还放风说,中国正放松对立陶宛的制裁,和中国已恢复了贸易关系。 但是现在来看,这明显属于自作多情的假消息。 不然,最近立陶宛前总理也不会说需要与中国事件关系正常化了,说明根本就没恢复外交贸易关系。 当然了,中方在外交经济方面的手段还是很轻的,最扎心的是中国大使从国际法理上否认了整个立陶宛的正当性。 去年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也在法国电视台说了一番话,让波罗的海三国直接炸锚。 他说苏联解体前一年,波罗的海三国先后公投宣布独立,但没有得到苏联承认,也没有被当时国际组织承认。 决定苏联解体有两个重要的具有国际效力的文件,那就是阿拉姆图宣言和别洛维日协定。 但波罗的海三国都没签署,所以从法律效力上来看,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公投是没有法律效力的。 当时立陶宛、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反应相当激烈,但越变越发现自己没理,然后就冷处理了,但是这也成了这几个国家最大的把柄。 马赛达说得不错,中国确实是个记性很好的国家。 谢谢收看,再见。